今天是9月14号 现在是下午的开盘时间 A股震荡走低 创业版跌幅在一个点又创造了一个新低 而且创业版的走私 已经是属于一个明显的空头下行的走势 那么当下的A股到底是什么原因 导致的天天下跌 还有就是昨天的A股 可以说又给大家上了一课 那么到底是咋回事呢 发生了什么 接下来这个行情下还能追高吗 大家这些问题 我们就当前的盘面做一个分析 如果大家都当前盘面热点把握不住 看不懂的仔细听 至于今天A股下跌 我觉得可以理解 昨天跟大家说过 目前这个行情下 它就是一个底部区间 底部区间的话 那么有急跌有急杀 你可以抄底可以低吸 但是盘中急拉冲高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这个说了很多次 还有就是在操作过程中 大家要注意 目前市场上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什么 缺少持续性 说白了就是缺少赚钱消息 这也就是我提醒的很多事 不要追 说了很多回 但是很多人还是不理解 中午刚才有一个朋友跟我聊天说 二阳先生 我今年亏了差不多40个点了 或者40个点40% A股为什么老是跌老是跌 你看我看了一下外国股市 像什么美国的 是吧 像什么印度 像什么东京 日本这些股市 都在涨 甚至人家印度股市都 都涨了一个新的高位 今年都创新高了 为什么我们的股市这么差 其实说真的 他说这问题的时候 我也在拉门 你就是说我们A股 在近期利益好数非常多 有rpo的 有是吧 有印花税的 有减持的但是为什么A股还是跌的 其实说白了 我在前期跟大家说过两个方面的原因 A股涨不上去 其实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个是什么 大家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本身制度存在问题 制度存在问题 然后你这些制度没解决 那么肯定是很难上去的 另外一个我们本身该股的话 它定位的是什么 它定位的是一个政策室 并不是说定位是一个融资室 它并不是一个投资室 所以它是以融资为目的的 这么一说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还记得吗 前面在这一天A股大涨的时候 我们高层说我们的rpo要减少了 要适当的什么 根据当前的盘面做一个调整 所以本来就是这个位置太惨了 我减我从从美洲10家 我见到美洲5家 可是大家发现没有 这两天 尤其是这两天又爆出了一个信息 什么意思 上前几天都对 有9家新股上市 但是在9有几家新股什么上审核 但是在9家全部通过 这又透露出了一个信号什么信号 是不是rpo又要正常化了 又要加速了 所以股民心理没底了 信心完全的缺失 这也是A股当下是吧 最为让人什么担心的事 在如此弱势的行情下 我们的rpo还在什么 还在不遗余力的上 还在什么还有那么多 对吧 我就想问一下大家 你上了这些rpo有什么样用 回想到我前几天跟大家说过 是吧某几家公司 比如说某东方 大东方时尚 这个票带应该说10吧 那大股东是吧 明明不符合他的这个减持新规 减持规定 他还在减持他为什么要减持 其实说白了他不减持 他没办法呀 他来上市的目的就是什么 那上市的目的就是来减持 就是来圈钱的 不然我上市在干嘛呢对不对 那这种公司你让他来上市干嘛 所以 所以不要一味的就是什么 实际的上市上市 但是像东方时尚这个公司 你不应该让他上 我告诉大家不仅是东方时尚 a股市场还有很多种这种公司 那么这种公司就应该把它pass掉 把它干掉对不对 还记得吧前几天 一个8年版的我乐家居 以后涨到什么 大家看涨到所谓的8板上去的话 以后大股在这个位置什么 清仓式的减持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到我打个比方 打个比方 在出现8年版后 如果你是大股东 你涨到天上去的 你会不会减持 是我也减持 那为什么会减持 其实说白了这里存在的是什么 存在的一些很大的什么 内幕的一些消息 拉起来以后他高位减持 那里他是不是故意把这个股价 拉起来减持的 这里直接升丘 而且到了今天为止是吧 只是说查只是说是吧 要什么 要给他做一个监管 但是到今天为止 他还没有一个什么 实实在在的一个什么 我们说的一个吐司出来 说白了 股民心里没底 如果我我告诉你 如果在这里是吧 股东在清商减持的时候 是吧 在高位减持的时候 高层你给他马上就能什么 给他一个严格的什么 一个政策对付他 我想马上就会有一个很大的起色 正因为这样子 我们的大股东们 他才敢这么肆无忌惮的减持 违法成本太低了 对不对 这也就是A股为什么是吧 涨不起来云 其实很简单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A股绝大多数的一些股股票 大多数的上市公司他来上市 他其实不是为了什么 从A股拿钱做大做强的 他是为了上市能够什么能够解禁的时候 我来A股套现 就比如说有一些 公司他明明的不缺钱对吧 不缺钱 但是他还是要上市 大家应该知道是谁吧 我在前段时间跟大家说过这个公司 对吧 做半导体的 他明明不缺钱 他偏偏还在A股融资两百多亿 那么这两百多亿他干嘛 拿来买银行理财 拿着A股广大股民的钱 用他来理财 用他来赚钱 这种公司你说 说得通说得通吗 说得过去吗 等等等等 这些原因这些问题不解决 A股想要这个位置上去 我觉得是什么 非常之难 非常之难了 所以接下来行情大家要注意 这里是一个政策底 是一个什么 底部没有问题 有低点我们潜伏 有低点我们低息没问题 但是但是你一定要记住 不要什么轻易的去追高 不会听着某些博主 不会听着某些专家 不会听着某些分析师说 明天A股涨涨涨 明天A股又大涨 盘中一拉高 我就直进追 哎呀这完蛋了 说起这个 刚才还有个人跟我说 欧阳先生怎么办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A股今天的一个盘面板块情况 说的是谁 说的就是他 什么意思大家看 福建自贸区 大家看福建自贸区 今天是直接低开低走 目前跌幅是3.5亿 刚才有朋友跟我说 欧阳先生昨天是追高了 现在亏损了7个点 问我要不要割入 哎呀我就我就郁闷了 是吧 你说这个位置要不要割 你今天割掉 万一明天发布了怎么办 那不割的话 明天继续跌怎么办 大家看 这是昨天的一个和今天走势 无剑自贸区 在昨天出现一个大高开 已经在冲高的过程中 还记得吧 从昨天上午 我跟大家重点讲过这个板块 我跟他讲的时候 我告诉大家 拉高的过程中一定要忍住 说不要去追不要去顶 像这种突然拉起来的 那么他缺少了是什么 缺少了持续性 缺少了持续性 所以你去吸光的话 大概留个站岗 大概留接盘 而且我们告诉大家 昨天大家知道吧 这个 那高位的时候 有十几二十家涨停的 就算是昨天收盘 还有十几家 以后 昨天收盘涨停的人 可能心里会舒服 哎呀 会想 今天我的票涨停了 我涨停码进去了 明天冲高 明天拉高 我就跑掉 我就什么 我就出货 大家都这么想的 可是大家看一下没有 今天直接就被按了 直接就被按了 所以朋友们在操作过程中 你一定要记住 这里按下来以后 你会想着我要被割肉 不割肉 明天继续跌走吧 说的不好听你的 这个位置 他的上车就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就是上车的位置 这个位置是给人家高位出货 高位跑路的位置 我这么讲 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可能我说这么多 大家还有疑问 我们看一下个股 你就知道了 大家看 昨天最高的 比如说招标股份 你昨天最高的时候 你去追高的话 我估计今天是什么 十几个点没了 十几个点没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看创创职科技 还有什么 下面信达 包括福建水利 昨天涨机那边了 告诉你一个原理 就是当下的A股 它缺少什么 知道吗 我告诉你一个原理 就是缺少资金的一个持续性 今天你赶大涨 明天我就赶大跌 咋里 今天你赶大涨 等一下我就赶冲高 融卷咋里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市场本身 也出现了问题 什么问题 大家从来发现 近期的A股市场上 很多票今天是大涨的 明天可能就是大跌的 就比如说我在前两天 跟大家讲过来一个票 赚又反而唾售创 这个票当天是什么 拉到涨停板的 都得拉到涨停板的 以后开板被砸了 我就想问一下他 在这个位置砸盘的是谁 我告诉你 是肯定是融资客在砸盘 是基金 私募机构 这些所谓的大资金 通过在高位涨停板 融卷砸盘 然后砸下来以后 他又在什么 在这个低位 在这个低位 在这些位置又接回来 在这个低位又接回来 达到他做到差价的目的 这才是当下A股 一个什么 个比较明显的特征 涨不起来跟他有很大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的融资客 融券做空 是当下A股技术方面 涨不起来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所以这个问题没解决 很难涨起来 很多朋友说融券做空 还有量化资金的一个融券 T加零 都是自决A股上涨的原因 为什么不禁止 为什么不把他关掉 其实我也在想为什么高层不关掉 就明明白白的告诉你 这个是一个不公平的市场 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 散户朋友们 你可不可以去融资 你可不可以去融券做空 可不可以去开股指期货做空 不行 因为不符合要求 你开不了权限 对不对 你达不到要求 你开不了 但是广大的A股市场上 散户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结果 大家就明白了散户只通过做多 股价上行 他才能赚钱 但我告诉你这些所谓的大资金 不管你私募也好 外资也好 基金也好 包括券商自营盘也好 他们都可以通过什么 通过融券做空达到什么 赚钱的目的 这就是A股当下 为什么涨不上去的原因 说白了就是我们的 这些某些的制度 不太公平是不是 所以这个问题不解决 我觉得A股想要上出来 也是非常难的 因为种种的原因 导致了A股的一个弱势行情 但是我也提醒大家 在这个位置 它也是属于一个什么 属于一个真正的一个底部区间 政策在这里已经明显的告诉你了 是吧 是一个政策底的 所以我们也没必要担心 找准好机会 找准好人气板块 找准好龙头个股 钱回进去就好 机会已经给了 能不能抓住 就看你自己的 这机会在哪里 说了那么多 大家应该都知道了 我强调了很多回的 很多方向的 比如说大科技 比如说大汽车 比如说近期调整比较充分的 大金融对吧 其实他们都有机会出现反弹 只不过你不能轻易的去追高 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 是不是清楚了 好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